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行驶的道路经常是崎岖又泥泞 宝和岛的家访团队 前往的个案 许多都是这样落后的环境 慈继之工拜访的 是这名十岁的小男孩杰克 他用菲律宾的尊敬礼 与大家打招呼 面色暗沉的小杰克 嘴唇发死 原来他从小就罹患了先天性心脏病 法洛士四重症 你会看到这个很可怜 十岁就是这样 你看他的呼吸的样子是很激素 那他爸爸如果要带他出去 不能让他走路 要抱着他 因为如果让他走太远的话 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小杰克六个月大 就确诊是先天心脏病 医师表示必须进行手术 否则会危及生命 但因为贫穷无法负担手术 慈继之工在接获通报后 近期将安排前往马尼拉治疗 拯救小杰克的生命 同一个镇上还有一名22岁的瑞珍 六岁时疑似与同穴拉扯 导致脊椎弯曲 随着年纪增长 整个背后严重变形 142公分35公斤的瘦弱身躯 让瑞珍连基本的生活都相当困难 feeling ko po kasi parang hindi ko po magawa yung gusto ko pong gawin kasi lalo na po mga damit ganun makapag-aral din po madalas na po kasi akong magkasakit so sabi po nang ngapag-aral sa kai nong tita ko na di nang lopu mu na 铭居介绍之下 瑞珍的奶奶向宝和岛的慈激人求救 慈激志工几次的拜访与评估 已经准备安排瑞珍到台湾台北慈激医院 进行脊椎矫正手术 在心肺功能危及到生命之前 能早一步获得改善 大新的流容 张益川菲律宾报道